这是一个走火入魔的轮胎 酷爱照镜子 喜欢带泳池 而且还是个老色批 专门偷看美女洗澡 可是他才刚出生三天 确定不是找熟吗 三天前他走起来还摇摇晃晃 而且特别喜欢压东西 但这次他却碰到了啤酒瓶 一下 两下 三下 轮胎开始躁动 他疯狂地抖动身体 结果 嘎 瓶子碎裂 这个技能有点牛逼啊 于是又换了一个生锈的铁桶 还有这只可爱的小兔兔 为了找点更刺激的 他来到了马路旁边 这是一个漂亮的小姐姐驾车经过 这一刻轮胎心动了 他再次发动技能 小姐姐的车子直接熄火 轮胎兴高采烈地摆动身体 想上去黑黑黑 后面一个大爷开着皮卡过来 他并没有注意到轮胎的存在 直接把我胎哥撞飞了 胎哥昏迷 法力消失 小姐姐的车也能动了 然后就开车走了 醒来的胎哥十分生气 后果那是十分的严重 他一路尾随来到了加油站 皮卡车就停在这里 大爷看着突然出现的胎哥有点意外 然后 紧接着胎哥来到了旅馆 碰巧看到了小姐姐的车 看来小姐姐就在这里面啊 透过门缝看去 哟哟哟 小姐姐正在洗香香呢 可小姐姐转手就把门关了起来 胎哥干脆就去隔壁住下 然后也给自己洗香香 这时旅馆的保洁员发现了他 直接把我们胎哥扔了出去 胎哥又生气了 这一幕刚好就被一个小男孩看见 男孩回去告诉父亲 了不得了 我看见轮胎杀人了 父亲劈头盖脸就是一通臭骂 你是不是脑袋被轮胎压坏了 男孩不服 便又跑回去查看情况 开门一看 全是血迹 这可不得了了 警察很快就赶了过来 男孩把检查和父亲带到了泳池边 指着泳池里的轮胎说 凶手就是他 父亲又是一通臭骂 哪两块哪呆着去 然后一把就扔掉了轮胎 轮胎很快就让他见了上帝 这回警察可算是相信了 这个轮胎就是凶手 警方立马实施抓捕 就快追上时 胎哥直接转身 准备发工 然后 警察被爆头的消息很快传出 大家都纷纷销毁轮胎 胎哥看见自己的兄弟姐妹 一个个死去 怒游心生 他便开始对人类的疯狂报复 所到之处 惨不忍睹 但最后警方还是在一个房间找到了他 警察决定使用美人剂 他们找来了一个模型 在胸前绑好喇叭 背后绑上炸弹 然后找来之前的小姐姐用声音诱货 胎哥果然上当 开门滚了出来 可没聊几句 小姐姐就聊不下去了 警察急了 立马抢搏话筒 胎哥开始怀疑起来 这粗犷的声音是怎么回事 算了 不喜欢 爆了 可爆的是头 模特身上的炸弹却没有引燃 警长急了 直接拉着喷子冲进了房间 两枪下去 直接提着胎哥的尸体走出来 你以为这样就结束了 错 五分钟后 一辆儿童玩具车缓缓使出房间 没错 胎哥灵魂转换 再次大开杀怒 然而这一次 他不再是一个人 而是唤醒了所有的轮胎 开启了对人类世界的抱负